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过农历年了 和往年一样 新北市议员廖正良也将举办送春联的活动 第一场在这个月8号也就是这个星期日 在中顺庙广场盛大举办 现场不但有大师辉豪送春联 今年也准备了许多的春联红包带等迎春礼要送给大家 为了即将登场的送春联活动 服务出这一个礼拜都忙得很 动员志工们连假日都来加工 将春联都卷起来装进塑胶袋里 方便民众所取 春联印好印制好了之后 为了要方便我们的乡亲好拿 有时候下雨的时候 还是要把它捡起来 把它装个塑胶袋 包括我们的红包袋都要把它分装 我们感谢我们的志工 这个礼拜以来 我们所有的志工都牺牲假期 在我们服务来做这个加工的工作 我们谢谢我们的志工 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过年了 新北市议员廖正良和往年一样 将举行送春联活动 今年迈入第十届举办 而地点就选在系纸重要的信仰中心 中顺庙 每一年的春节前夕 服务出都会举办送春联这个活动 那今年的吉祥 自祭是平安吉祥 我祝我们所有的乡亲 平安吉祥 健康如意 在元月七号我们请大师到金山的慈悟宫 那万里在我们民众服务社也是九点到十一点 那八号在我们系纸的中春庙 我们请大师来飞豪 那现场我们有发放红包袋 还有这个平安吉祥这个春联 迎春挥豪送春联 今年的活动除了有大师们现场挥豪 另外议员手上的这幅平安吉祥春联 也会大放送 今年准备了几万份要让民众索取 另外红包袋也准备了七万个 两万多份要害民众一起迎新年 那元月十五号在我们健身市场 还是还有一场发放这个春联的活动 请各位乡亲 需要的话请各位乡亲来共襄盛吉 来我们就送红包袋 还有这个春联平安吉祥 各位乡亲 假使需要我们这个春联 还有红包袋的话 请可以到我们服务处来索取 那正良的借这个机会 祝福我们的乡亲 平安吉祥 新年快乐 免费春联带回家 活动在1月8号这个星期日 上午9点到11点举行 地点就在中顺庙广场 第二场则是在旧建城市场 在下个星期 元月15号星期日登场 也热情邀请民众来参加 提前感受过年起分 既成慧林细致采访报道